作詞曲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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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不發馬克 愛迪生 他們都是誰 何時才能不停降 一切都知道 空气永远抓不到 鸡蛋永远睡着牙 这个世界乱走走 我就在看人啊 让我自己去寻找 不知好不好 时间空间来回跑 我要找找找 科学管人捉迷藏 偷偷把我笑 奇怪的公式 摔都摔不掉 科学是个大问题 马虎不能要 问题永远那么多 大案却太少 机房元素和定律 实在太深奥 只无条无伤了腰 可学不会睡懒觉 马特和他的蒸汽王国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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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爸 宝贝 你怎么在这睡着了 我明明在观察热水壶呢 你连自己睡着了都不知道啊 我今天看了发明家瓦特的故事 他就是因为小时候观察虎盖而发明了蒸汽机的 当时开水已经冒泡泡了 骨盖不停地往上跳动 马特却只顾着观察 忘了观火 结果被批评了一顿 所以你就也来观察水活 是啊 对了老爸 有些故事说他祖母因为这件事批评了他 而有的故事说是他的婶婶呢 这故事不一定都是真的 是吧 谁批评他了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习他善于观察生活的精神 不是吧 为了让我们学习他的精神就瞎编故事 你这孩子什么逻辑 我什么时候说这个故事是瞎编的了 关于瓦特啊 老爸给你好好说道说道 嘿嘿 我就知道你们要找我 没人找你 别不好意思啊 我都听到了 你们在说瓦特嘛 詹姆斯瓦特 对不对 我跟他可是老说人了 我私底下都叫他特特呢 找我小树茜就对了 沙姆斯瓦特 他是英国著名的发明家 是他改良了蒸汽机 发明了气压表 气动锤 他是工业革命时期的重要人物 正是因为他 人类才卖路了蒸汽时代 还有啊 停 停 怎么了宝贝 嘿嘿 你还是直接带我去找他吧 我得好好问一问他虎盖的事 啊 不是吧宝贝 就为了祖母还是婶婶的事 就要回去他 哎呀 你这大人什么逻辑 我什么时候说要问 母母还是婶婶的事了 我 走吧 小树茜 嘿嘿 我非常乐意凤梅 哎 这个舒舒巴巴的人就是瓦特 对啊 你干什么呢 你干什么呢 你干什么的 路电不平 拔刀相助 哎哟 你说这个瓦特也真是的 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可能他习惯了吧 瓦特从小家里条件就不好 身体老生病 所以呢就没正经上过几天学 时间长了 他的同学都觉得瓦特成天不上学 给他起了各种绰号 什么懒孩子啊 病包子呀 瓦特一开始还生气 后来呢也就无所谓了 就知道在地上乱画 这简直是自暴自弃 哎呀 你太不了解他了 我劝你呀 还是过去仔细看一看吧 嘿嘿 怎么样 他这是在画什么呀 别打搅他 他正在专心的演算几何题呢 原来是这样子啊 瓦特很有自尊心 虽然不能持续性的上学 但他可不甘心这样的虚度年华 在他强烈的要求下 他的父母只好答应 不管春夏秋冬 不管怎样的辛苦劳累 都要抽空教他读书 写字 学术学 就这样 童年的瓦特 虽然身处艰苦关键 却还是能够坚持学习了下来 学的知识不是特别多 但是他却记得很牢固 哎 有时呢 他还能举一反三呢 哎 他人呢 神出鬼没 你不是跟他很熟吗 他去哪里都不知道 哎 他每次一认真起来 就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王国里了 再说了 我小书签 怎么可能会整天跟小孩子混在一起呢 哎呀呀 我没说你 走走走 我带你去找瓦特 这是哪里呀 这呢 是出城 必经的一个路口 怎么样 是不是充满了离别的气息 有一种淡淡的哀愁 可怜的瓦特 他十八岁 就一个人孤零零的离开了家乡 外出谋生了 什么 十八岁 刚刚不还是他童年时候吗 你就知道糊弄人 哎 我怎么糊弄你了 这可是他人生的转折呢 转折 这一年 瓦特的家庭桥姐 非常的困苦 几乎到了断吹的地步 迫于生活的压力 刚满十八岁的他 不得不去外地谋生 哎 他来了 我们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要用乐观积极的态度 感染他 要用乐观积极的态度 这么巧啊 终于买浮宝 他在做什么 瓦特 你怎么也在这里 小树签 我准备去伦敦 这么巧 我们也是 这是我的朋友 洛宝贝 这是瓦特 你好 你的行李呢 在这儿 你出远门就带这么点东西啊 我本来也没什么随身衣物 背了点工具就差不多了 宝贝 我跟你说 瓦特的机械知识可厉害了 他要去伦敦的一家钟表店当学徒 嗯 家里经济状况并不太好 我可不能成天闲着了 而且我也想出去学点技能 能在大都市里面有个好的发展 哎 你怎么知道我去钟表店当学徒啊 我刚刚才得到的通知啊 嘿嘿 我消息灵通嘛 这也不忘炫耀 走走走 我们一起去啊 我看我还是回到格拉斯哥吧 大都市可能并不适合我 哎呀呀 叹什么气啊 在哪里都一样 找准自己的位置就好了 我先回家一趟 再见 宝贝 好了好了 别叹气了啊 这点小挫折对于瓦特来说 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嗯 我还以为瓦特去伦敦 能够拳打脚踢 发明蒸汽机 然后一举成名呢 拳打脚踢 你是说大展拳脚吧 啊 对对对 宝贝啊 这蒸汽机可不是瓦特发明的 它是在原来的蒸汽机上面做了一些改良 不过那已经很不简单了 它经历了好多的挫折 改进了好多次才有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起着巨大作用的蒸汽机 哦 瓦特啊 后来去了格拉斯哥大学当教具实验员 负责修理和制造仪器 由于他的精湛技术和认真钻研的精神 瓦特认识了不少对科学也抱着热情的朋友 瓦特的工作室经常是热闹非凡 宝贝 你啊 就知道看热了 重点是要学习学习人家刻苦学习 不怕困难的精神 老爸 你又来了 我有时候觉得谈话的前一分钟 你是一个令人崇拜的博学多才的大帅哥 后一分钟你就变成令人害怕的啰嗦不停的黑风怪 什么 你居然说你老爸是黑风怪 拜拜 补先生 瓦特 我知道了 纽克门蒸汽机的主要缺陷是浪费了太多的燃煤 那是因为它每一冲城都要用冷水将气缸冷却一次 从而消耗了大量热能 使绝大部分蒸汽没有被有效的利用 如果把蒸汽压至气缸外面的另一个容器中去冷却 那么气缸在整个循环过程中就可以保持始终是热的 这样子就可以避免气缸一会被加热 一会被冷却 这样对燃煤的节约就非常可观了 对不对 太好了 我得赶紧成立一个工作室 这是瓦特吗 当然是他 这小子从小就这个德行 瓦特现在已经开始建造自己的蒸汽王国了 我估计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蒸汽炉核转化为能量的事 在一个叫做罗巴克的富有企业家的赞助下 瓦特开始了新式蒸汽机的试制 但是没多久 罗巴克渐渐无法支撑昂贵的实验费用了 哎 都快要破产了 啊 他们运气也太差了吧 这不是运气的事 科学创造可不就是这样子吗 你以为科学家从小都是天才啊 你以为新机器说发明就发明了 好了 好了 后来呢 后来 罗巴克将瓦特介绍给了另外一个商人 叫做博尔顿 瓦特与博尔顿一拍集合 他们开始了长达25年的合作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 这是因为呢 他们都对新科技新发明充满了热情 你怎么又叹气了 我想起来 我忘了趁机问他关于外界盛传的那个故事了 什么 就是他观察湖盖被蒸汽顶起来的事啊 那个作怪他的人到底是婶婶还是祖母呢 他这么忙 我哪有机会问呀 亲爱的 欢迎你来到我们十八世纪的英国 太好了 我要去看看 不是吧 宝贝 我们还是先离开会儿吧 我的天哪 太可怕了 我还以为他制造出了一艘时间飞船呢 时间飞船 哪有那么夸张 自从有了明确的思路以后 瓦特是日复一日 在他的工作室研制机器 这种状况呢 对于他来说 简直就是家常便饭了 哎 你们小孩子呢 少见多怪 小树枪 你 好了好了 我收回 是大惊小怪 是大惊小怪 小怪 哎 小怪 算了 老八 好了好了 宝贝 咱们不能跟他一般见识啊 那当然 我这高度和瓦特差不了多少 哼 不理你 老八 后来瓦特怎么样了呀 后来呢 呃 经历了多次实验之后 瓦特提高了气缸的精密度 把活塞和阀门也做得非常光滑严密 通过与博尔顿合作生长和销售 瓦特新研制的蒸汽机 很快就被用户接受了 不久以后呢 就被广泛应用于采梅业以外的其他工业 哎呀 促进了城市制造业的大发展 呃 差不多就这么个样子 这个蒸汽机就这么厉害吗 对呀 我跟你说啊 你干嘛 到1800年的时候 英国已经有500台瓦特蒸汽机 在各地痴痴的冒气了 此后啊 数量更是增长迅猛 瓦特的蒸汽机成为真正的国际性发明 它有力的促进了欧洲18世纪的产业革命 推动世界工业进入了蒸汽时代 瓦特在退休之前 也还有很多的成就呢 他发明了一种新的利用望远镜测锯的方法 新的透印印刷树 他还对油灯进行了改进 还有啊 他发明了蒸汽眼压机 以及延续至今的机械图纸着色法 哎 对了 宝贝 那你到底问没问糊盖的事啊 哎呀 老爸 这个是一点都不重要 啊 怎么突然间又想通了 嘻嘻 主要是不想再去看那个恐怖的蒸汽机发明过程了 轰隆轰隆的 重要的是 瓦特善于观察 热爱科学的精神嘛 后人为了纪念瓦特的精神 将常用的功率单位称为瓦特 用符号W表示 它的方名将永远刻在人类的历史上 你说什么 方明 呃 口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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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大名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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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队车 看吗 点队车 去见蔡桓公 对蔡桓公说 便确决军有疾 在凑里不治江口身 行了行了 你就别转闻了 好好讲吧 好 效果不错 对不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